郭富城捧场郑宝瑞新电影大赞主演演技,曾为对方自降片酬关系帖。 郑宝瑞指导的黑白悬疑偏致齿,由林家栋、刘亚瑟、李淳等主演。 作为本年度海外夺奖最多的港片,所受到国际影坛的包裕,在生化及视觉效果上都已得到重要肯定。 郑宝瑞日前与男一号林家栋,在九龙湾一影院与观众碰头,这次的点印可谓与众不同,因为除了观众外,他更邀请包括张书萍,由南海在内的业内一众好友亲临现场。 而同场更获天王郭富城空降,亲临支持。 郭富城与郑宝瑞,林家栋早年间合作多次,在片场建立其身后友谊。 特别是他与郑导,以六度合作,称得上合作无间。 据悉,去年中国香港疫情期间,电影夜陷入低迷,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,郭富城为了支持郑导及电影工业,他和团队都减价进行拍摄,顺利推进了影片拍摄进度。 林家栋对于这次的点映场有郭天王做观众,喜出望外,面对媒体镜头大呼好惊喜,而郑宝瑞,林家栋与郭富城三人碰面后也是无所不谈,听对方孜孜不倦地畅聊观影体验。 郑宝瑞及家栋更表示得到郭富城的鼓励,十分高兴,笑说这是为即将供应的支持打下了一针最有力的强心针。